有多热闹 总会说一些惊悚梦话的张哥 他会睡着睡着突然大笑 睡着睡着还会笑死 你为什么想要说 我想写开心的事情 睡着了一动不动的小鹤 听起来好像更吓人了 我还不动不 哇 我还吓人了 还有睡着了会突然发抖的宋亚轩 他会动不动就给旁边的人来一个锁盒 最凶猛的还要数我们特困生的药物 就连看起来辉河老师的翔哥 都会把Nike的节奏感转入打风 好像突然就知道为什么 当其他人睡觉时 把马哥独自提醒了 马哥这么任劳不够提醒才办呢 别看这段只有短短30秒 但他透露出的信息量 真不是一般的大 其实进电梯时 兄弟们起后 马哥叫他马绍 紧接着要闻张口就来 他在住家给我们买两房 是的 马哥 我也要 大概是在一声张马绍中 迷失了自我 然后马哥放出电梯就放大招 然后咱小蕾就开始商议关键结论题了 听到前面两位的谈话 后面小蕾跟丁哥也不跟我们客气了 那我和丁哥也要去 被综艺之神险中的宋芽芽 哈哈哈哈 那个水滴音 然后下雨 小红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